欢迎订阅我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福田少 最近有媒体报道 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的原型机 已经进行了第二次試飞 那么美国的这款第六代战斗机 是真的型号呢 还是技术验证机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也有媒体报道 俄罗斯也在积极的考虑开发 第五代战斗机 当然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五代战机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的157 从目前的情况看 它在设计上存在着比较多的出现 军方不是很满意 那么因此有关的设计部门呢 在考虑呢 是不是要为俄罗斯军方 开发一种更先进的 具有更好隐身性能和飞行性能的下载战斗机 那么这款未来的第六代战斗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五代战斗机 它到底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外形 它的体制是什么样的 目前呢 俄罗斯其实也在考虑讨论 但是从透露的消息看 俄罗斯认为呢 他们未来的战斗机啊 应该是无人化的 而目前呢 俄罗斯已经 继中国美国以色列啊 等国家之后呢 开发出了自己的喷嚏式 隐身无人战机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他在搞出一款 未来的 已经性能更好的 先进战机 这种可能性呢 也不是没有 当然也有传闻说呢 他现在搞的这些隐身无人机呢 主要是为苏武器作为中程疗机来使用的 那么下一代的战机到底是什么样 目前呢 还说不太清楚 但是其中的一个发展方向 他们认为是无人化 智能化 那么美军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 他会是什么样的 目前还不得而知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也在同时开展 未来战斗机的研发 那么这三个国家 谁最先开发出未来的先进战机呢 我觉得都有可能 而且呢 过去的先进战机 一般都是美国引领 比如说第三代战斗机 是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 他的主要战机指标 就是全天侯高机动 特别是中低空高机空 主要侧重在夺取空中优势 夺取制空权 因此他的机动性也好 这个中低空弹能力也好 都要比较强悍 那么第四代战机的 指标也是美国提出来的 4S这里面最主要的几条 一个是隐身 还有一个超级处巡航 当然还有超级动等等 那么到了第五代战机 也就是他们说现在说的第六代战机 指标是什么 美国人到现在没想好 到底应该什么样 是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还是留空时间更长 那么有的指标说要在空中要连续飞行几十个小时 有的说呢 我未来的战斗机应该能够多到超运速5倍以上 还有的呢 说我的最大航程 要能达到一万公里 但是这些指标 其实呢 很多都是矛盾的 再加上未来要全向隐身 全屏幕隐身 那么加上这些要求之后 恐怕在一个平台上就很难实现这样的指标了 我个人看法很可能 下一代战斗机是多平台化的 而且呢 是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中和的 是一个体系的装备 那么谁最先搞出来 这个不重要 关键看你搞出的这个平台 是否最适用 最适合未来战场环境 而且呢 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越对手 那么这个呢 就需要各国的飞机设计师 发挥创新精神 想出更多的超越对手的新技术 新措施 我想随着中国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这一次的发展 应该说 我们必然可以和美国 俄罗斯同时起步 某些方面呢 如果我们创新工作做得好 甚至还可以超前 要想实现超越 必须创新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